看到日月光 废水排放的问题啊 一个一个连环报 环保署长沈世宏今天表示 什么时候停工 得看地方政府稽查的结果 他们尊重 只不过呢 大家要问啊 纪录片看见台湾早就在2010年前 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 高雄市环保局当时怎么没有稽查到 也没有开法呢 对此署长沈世宏也大表不满 认为应该是地方政府要做的 却没有做到 这一旦发现围城 第一时间 一次就该叫他停工的 而不是像过去 一定要第三次才叫他停工 这种恶意的还要等三次 如果说高雄市政府的稽查人员 在过去就秉持我们一开始 从99几年开始要求的话 他早就可以去更深入稽查 所以我们讲亡羊补牢 游未完野 虽然是晚了一些了 但是起码现在高雄市政府的稽查人员 开始进场去追查他的原因 好的 就在这里 我们的事了 介绍我们 WILL